记者林小云台北报道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专注认真比天分更重要 今年60岁的严荣宗 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因为家境困难 15岁辍学百路边摊开锁打钥匙 靠住一股不放弃的毅力 赚足了钱 在34岁移民加拿大 更在加拿大继续读书 拿到专科学历 还从49岁开始学习绘画 为了学画初期发现罹患神经元病变 致大小脑与肌肉萎缩 他研发特殊吊架将手吊起来作画 克服了身体的困难 入选加拿大全国美展 更获得加拿大艺术家联盟当代大师级的身份 今天获得教育部终身学习楷模的表扬 教育部主理朱南显表示 为鼓励更多民众投入终身学习行列 教育部设立终身学习开模奖项 由各县市政府初选推荐 教育部复选 决审 共选出27位获奖者 肯定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在乌崖学海中立更不错 严荣宗 由新北市教育局推荐 留住期间长发 外观看不出被病痛所苦 夫人汪书丹也陪同出席表扬典礼 他表示 开锁是家传技术 父亲因为运气不好 父亲在家 家中四个小孩 全家多依靠母亲过活 曾有邻居嘲笑他的母亲还要养丈夫 他那时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母亲扬眉吐气 辍学之后靠住一手好功夫 在所界打开名声 索客的字更是达到一字上万元的价码 学生遍及全国 连警大开锁教官也是他的学生 但每天没日没夜工作 严荣宗的妻子汪书丹心疼的说 严荣宗常累到睡在浴缸里 是他帮先生洗好澡拉到床上 汪书丹的子子在加拿大 34岁那年决定退休 全家移民加拿大 但严荣宗退而不休 到加拿大继续学习 不仅拿到专科学历 还就读奇管硕士班 更开始学习会话 今天获得教育部表扬 汪书丹孝说 17岁就认识先生 真是嫁对了 在场学生们也直说 老师严荣宗的认真和努力 拿到学习摩卡奖十指名声 现在也时常返国免费开班 教授身杖者画画 令名获奖者陈炳松先生 以77岁录取大业大学电机博士班榜首 人正在日本旅行 由被美代为出席领奖 陈炳松每天早上5点起床看书到7点 8点半准时到图书馆报道 即使高龄 每天学习时间仍超过6小时 他常常跟家人说 人生不要留白 老人要时时挑战自己